在基隆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 她在一家药庄连锁店下楼梯时 因为摔伤于是就骨折了 那么妇人向店家求偿70多万元的赔偿金 那么基隆地院最新的判决 认为店家是有舒适的情况 所以要赔偿消费者20多万 事发至今已经两年 家住基隆70岁妇人陈黄美玉 回想起在药庄连锁店摔伤的往事 还记忆游行 我就是一手拿着 这一手负责 结果这脚板就这样子踩空 踩空这样子跌下 这里断掉 医生是要到我开头脑还有脑震动 楼梯板踩扇形设计 靠近扶手的地方 楼梯板面积居然比较窄 想说靠着扶手比较安全 结果确实踩到陷阱 当时摔伤锁骨骨折的后遗症 现在还有 现在是没有力气 声音一大声我都吓一跳 要下楼梯我也会吓一跳 想起自己的遭遇 对照店家的不闻不问 富人陈黄美玉决定提购 求偿七十多万元 虽然店家辩称有家住景欲 而且富人年岁已高 又没有子女陪伴 才会跌倒 不过法官还是认定店家有疏失 要赔富人二十万两千六百九十一元 对于理赔金额有差距 双方对于这判决结果都表示 可能会上诉 好 好 好